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今天小鱼发现一个绘图特别好玩,有意思的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风格 我既然可以用一个ZREF参数 就可以统一一个图片的风格 是不是很神奇 小鱼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对绘图也感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先订阅 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如果没有空的话你可以自己来实操一下 接下来我就直接这边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因为我店的图 居然把它的风格统一了 那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打开我们的一个 REGIRLY 我首先给了他一张插画风格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颜色 有一个粉色 一个蓝色 这两个颜色呢为主色调 我直接喂给他 我生成出来了一些类似的图片 那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颜色 有一些变化 因为我这是用它的里面的提示词生成出来的 我没有用一个圆图 我重新画了几张图 那我把我喜欢的呢 可以看到了 我就把它保存下来了 这个里面真的太漂亮了 这个有点像一个室内的一个图片啊 如果说你对这个提示词感兴趣 想要这个提示词呢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知识星球啊 所有的提示词呢 我都会放到里面 描述栏呢 也有便宜合注的 迷津类的链接啊 大家有的话 可以跟着一起实操 接下来呢 我就用了一张这个粉色的图片啊 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用了上面的这个粉色的图片 这里给大家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们点一个斜杠 Image 这里我们想要这个风格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简单输入一个提示词 我们就简单说一个百货大楼的一个内部场景图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把它粘贴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电图啊 这里空格一下 杠杠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CREF 那么就是我们之前 Midgetle刚出来的一个换连的一个参数 那这里我们再控个一下 我们需要电图 那把这个图片放大啊 在游览器中打开 最顶上呢 就是它的一个图片链接 我们这里粘贴一下 我们把它这里空格之后 把它粘贴到里面 这里再空格一下 我们输入一下一个参数 这里空格杠杠 AR 空格16比9 给它一个尺寸 再空格杠杠杠 A1G 给它一个版本 我们用 立即6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CREF参数呢 它只能用于V6或者立即6这个版本 其他的版本是用不了的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发送 OK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 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一个 真的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有一点 我们看一下圆图 圆图它是一个粉色 加一带一点浅蓝色 还有点白色 这里面有粉色 也有的地方有一点蓝色 那这个也是 就是这几种颜色混合的 但是呢 这个生成出来的效果呢 它颜色更深一些 这个颜色的话 它更浅一些 那这我们想一下办法 看能不能更接近这个风格 这里呢 我就加了一个参数 可以看到后面 我加了一个 刚刚CW100 大家如果说对这个 CREF参数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期教程 就是一个 2024换脸教程 里面有详细讲一个 CREF参数 以及一个刚刚CW的一个 参数是怎么用的 这里我也会把链接 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知道如何使用它 那这里呢 我就给它加了一个 CW参数100 那么这个CW参数呢 它最高是100 它的默认值是0 那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加到100 100的情况下呢 它会让它的风格 保持不变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后面呢 我还一杠杠C 400 给它加了一个 风格化参数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风格化参数 默认值是100 我给它加到400 未来就是让它的风格 更相似 这里我就加了一个400 那这个呢 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 那很明显 这张图比上一张图片 看起来效果好多了 那这张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 这个黄色 太艳了 这个黄色 那这张图呢 很明显 它的颜色就淡了很多 还加了很多的一些淡蓝色 跟我们的圆图呢 更加接近了 这里呢 我就是加了一个CW100参数 它就在向这个圆图靠近 那接下来呢 我想看一下 我不加这个刚刚S400 不加一个风格化参数 那它会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OK 这个也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还不错 这个呢 就只是加了一个CW100 我没有给它加风格化 那这个呢 生成出的是这个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圆图 颜色是要深一些 但是呢 它有那个味儿 有那个风格的那个味儿 那这个是加了一个风格化参数 400 那这个呢 是没有加一个CW 这三种对比下来了 我觉得还是要加一点 这种风格化参数 特别是这一张 这种颜色呢 就跟这个颜色就有一点相似了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 由这个结论可以得出来 那我们还是可以 在这里面加上这一个 杠杠S400 它可以让它的风格呢 更接近 那除了用于一种这种 这种图片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简单一点的颜色 那比如说这里呢 我上传了一张自己 生成出来的一个夜景的图片 那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这里同样呢 用了啊 用我们的GPT 大家如果说想要绘图 不知道用什么提示语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像我一样 那直接让GPT来帮你 给你几个想法 给你几个 比较有名的地方呢 你让它来作为一个示范 比如说我这里让它描述五个世界上 比较出名的城市 那这里呢 我就用了一个旧金山 那这里就用了一个旧金山 加了一个-CREF参数 加了这一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最后呢 我在这里输入了一个长宽笔 还有一个版本 加了一个CW 最后呢 加了一个风格化400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效果还可以 有一点点这个味 只是没有这么浓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一点这个颜色的成分 在里面这里面它有向这边靠近 那这个呢 是作为一个景色图片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参数 你看到一张你喜欢的一个图片 你想要生成和它的风格相似的情况下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一个-CREF参数 加一个-CW的参数 来制作出这种风格的一个图片 除了这种风景图片 那也可以用在人物身上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给它 比如说我这里呢 发了一张这个图片给它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比较有线条感可以看 它这个线条非常的明显 那这里呢 我就同时呢 我又发了这个 后面也用了上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就用了这个-CREF参数 使用了这个上面这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用了这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加了一个CW100 加了一个风格化参数 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明显这个风格 非常的相似 那这边一起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呢 是这样子的 那可以看到 它就有这种线条感 可以看到它的风格真的 就像这个图片靠近了 那这个呢 我是给了一个风格化参数 这里呢 我把风格化剪到50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呢 也还是有这种感觉 它容易会给你一些更奇怪的一些想法 这个头发有两种颜色 那这个呢 是给到一个风格化参数给了1000 当然 变化的 总之呢 还是有这个风格的味道 有这种线条感 那我觉得效果最好的呢 还是这一张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张效果是最好的 你看这种头发啊 特别是这一张 还有这一张 这张也可以 那这里我给它的是一个 CW100 然后风格化200 这个生成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 这呢 我还给了它一个 穿着黑色衣服的一个女孩 戴着帽子 那可以看到 它的头发 这种感觉有了 这里我也是给到的是一个0 CW给到的是一个0 它的一个默认值 它的变化就更大了 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给到它的一个 是一个CW0 加了一个400的风格化 可以看到 它的风格变化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 它也有这种线条感 它这个风格还是有的 但是它的变化有些大 我们都 如果说你了解CW参数 你就知道 如果你要想让它的风格 发生变化大一点 那么你就给它设置为一个0 这样的话 它的风格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 它都有这种线条的感觉 所以这个风格真的是受了一个电图的一个影响 真的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一起尝试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晚点更有意思的 我们还可以 将两个风格同时融入到一个图片里面去 我想要 让两个风格都有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告诉大家 这里呢 那你需要订两张图 可以看到 我这里有两个链接 这有两个链接 它是两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这里是一张图片的链接 那这呢 还 还是一张图片的链接 那是哪两个呢 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用这两种风格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风格 都是属于一个卡通的 那接下来呢 怎么办呢 那同样 我们把它的一个 两个电图的一个提示词给它 把它电图的图片链接呢 给它粘贴下来 那我这里给的提示语就是两个 一个男孩女孩来面对面看着 这里呢 输入了两个风格的一个提示 图片链接 加入了一个CW参数50 这是给了一个风格化 它生成出来的图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两种风格都有了 这一种风格和这一种风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属于一个线条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偏卡通一点的 两种风格都有了 可以看一下 这我给到的是一个CW50 没有给到100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CW改到了80 那这个风格绝了 觉得真的太太太完美了 我认为这个它比50的效果要好 这个 这个是50的一个效果 这个呢 是一个80 CW80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的一个发型 颜色都已经朝这个风格去靠近了 这看一下 那可以看这个头发的颜色 已经朝这个颜色去靠近了 两个风格都有了 线条这种感觉有了 这种卡通的这种感觉也有了 真的好漂亮 这我又改到了一个80 这个发型 两种颜色 这个有点奇怪 最后呢 我又直接给它跳到了100 给大家看一下 CW100 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可以看一下 我认为效果最好的呢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CW80的风格参数400 这个效果呢 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里呢 就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了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 想要让你的风格与众不同 大家可以多融合几张 我觉得有可能这里 垫三个图都可以 这是小鱼儿没有时间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了 如果说你试过了之后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看看是什么感觉 那么你们也可以用 这种两种风格来融合之后 你看一下你得出的 一个结果是什么 有任何问题呢 大家可以再描述来 我们可以一起探导学习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密尽力的一个新手的话 有更多需要学习的 你也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今天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纯属一个绘图的一个快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觉得绘图真的非常的快乐 能做出一个非常满意的图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可以开启小铃铛 每期小鱼儿更新视频 你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